这里是问氮循环相关叙述 我们一一介绍 植物获得是生产者 生产者如果要吸收所谓的无机氮 我要把无机氮吸收 形成有机氮的话 是吸收谁呢 硝酸盐跟氨盐 这句A选项完全正确 生产者吸收的含氮的物质 一定是无机物 就是这两个 氨盐硝酸盐这两个 A是对的 好我们看来B选项 跟牛郡可加空气中的 N2蛋形成糖类吗 不是错的什么地方呢 跟牛郡是固氮郡 既然你是固氮郡 应该做的动作是 N2变成NH3氨气 然后再溶于水变成氨盐 所以你做的动作是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N2变N3 是无机氮变有机氮 我说明一下 无机氮是指含氮的无机物 有机氮就是指含氮的有机物 所以你看这两个含氮物质都是无机啊 氮气跟氨气都是无机物 不含氮啊 对 他们都是无机变无机 所以他应该是N2变成氨 而不会变成有机物糖类 不可能 所以错了 跟牛郡的作用是N2变NG3 不会变成别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错误 所以他不会无机氮 氮气就是无机的 而糖类是有机物 怎么可能变有机物呢 因为根硫菌是消费者 它不是生产者 它不会形成有机物 这是第一个错误 根硫菌是消费者 第二个错误在于 我今天要形成糖类 为什么需要氮啊 糖类的元素组成 碳氢氧 又没有氮 我今天要形成有氮的 含氮的有机物 应该是氨基酸去形成蛋白质 或者是含氮碱基 形成核甘酸再形成核酸 或者是核甘酸转变而成的维生素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都是含氮的有机物 叫有机氮 蛋白质类的 核酸类的 跟维生素 葡萄糖 糖类几乎都是碳晶氧 很少有氮的啊 所以逼一个不对啦 C选项的问题在于 你看我的蛋白质是有机的氮 有机氮 分解成氨是无机氮 这有机变无机 不是应该分解者做的事吗 有机氮变无机氮 这个过程还有名字呢 叫氨化作用 氨化作用 就是分解者执行的 分解者执行的 但是这一个选项的题 题杆中的主词是分解者吗 不是 他写的是微生物 微生物就是分解者吗 不是 微生物的定义是 身体太小 肉眼看不到 得用显环性观察 包含病毒细菌 跟一部分的真菌 例如黎菌 酵母菌等 那这些微生物都是消费者 都是分解者吗 不是的 这些微生物中有光合制营菌 化学制营菌 还有单细胞藻类 它们都是生产者 那像你身上的香港脚褲柜手 还有很多让人生病的戏剧 它们是消费者 很多微生物不是分解者的 所以实际不对 微生物跟分解者没有等同 如果实际选项改成 部分微生物可分解 那就对 可是很多微生物并不是分解者 它不会让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所以实际是错 微生物不等同于分解者 所以它错了 诸选项 分解者可不可以利用空间中的氮气 N2呢 大家不行 为什么 我这边特别强调 打星星 没有生物 No生物 可直接使用氮气 因为氮气太稳定了 就算是根硫菌 也只是把N2变成氮气而已 它没有使用 因为根硫菌是消费者 它不会吸收无机氮 无机的氮是生产者吸收的 所以生产者不会直接吸收N2 得透过其他的菌种 转变成氨盐或硝酸盐 才可以使用 所以这边强调 没有生物可直接使用N2 包含生产者 分解者 消费者都是 何况分解者的功能 不是吸收无机物变有机物吧 分解者应该是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你吸收无机物干嘛 分解者是吸收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的 所以这一株当然不对 分解者让有机变无机 氮是无机的 你吸收无机的干嘛 好 这是单选预定试题 为什么答案是A的原因